其實怎麼會有這個獎項我也很好奇 就是那個當初就是大家在員工在討論的時候 怎麼會決定出這個獎項 欸我覺得這個獎項很重要欸 首先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這個獎項是最佳婆媽獎 最佳婆媽獎 但是為什麼重要呢 就是一個劇裡面啊 裡面一定要有家庭 一定要有婆婆媽媽 才會成立一個家庭啊 就是媽媽要照顧小孩啊 小孩要照顧媽媽 其實媽媽是個很重要的角色欸 是 然後其實很多時候呢 這些媽媽們都反映他們最直接的一些 我們可能的文化上面的 對不管是家庭子女的最低限的這種直覺 比如說對小孩的未來擔心 是 婚姻 對 催婚 然後就說不要跟那個男生在一起男生不好 怎麼樣 這些婆婆媽媽的這些直覺 其實是最令人有共鳴的 對 大家可能一定會覺得說 好像自己我也發生 黑啊黑啊黑啊 好的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要請到的 我手上好多麥喔 不好意思齁 沒關係 我習慣連訪自己 好的 我們要請到的頒獎人 歡迎富蕾還有沈孟生 歡迎 歡迎兩位 哇塞 兩位都是 非常厲害 非常優秀的前輩 沈哥很開心有機會合作過 謝謝 呃 富哥 為什麼婆媽講 找我們倆 哈哈哈哈 我也正想問你這 你知道有什麼原因嗎 我覺得應該顧名思義就是 婆婆媽媽喜歡看嘛 那應該是還是說 這個角色演員 他是一位演婆婆媽媽的人 那找我們兩個班不是很奇怪嗎 你前頭說的都對 對了 後頭你再想一想 這婆婆媽媽 嗯 那相呼應的是什麼 嗯 我覺得是一種警示 是爸爸爺爺 不不不 就是說 哈哈 爸爸 爸爸爺爺都不重要 製作單位好像是 覺得我們兩個可以演婆婆媽媽 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意思 咱們就別探討這個事了 好不好 看誰得獎 看誰得獎 好 看看到底怎麼回事 來 二里一二三立華聚大賞 最佳婆媽獎 得獎的是 珍愛找麻煩 勝女保鏢 韓愛珍 我就不能給我換一點別的嗎 蛤 像什麼 蹄膀啦 排骨啦 還有 牛肉啊 媽 送貝貝和他媳婦來看您啦 我媽她得了一帳牌 造花弄人啊 一年讀到 我們就要勇敢來面對 哈 你現在這個狀況不可以吃 烤雞啦 排骨啦 豬腳啦 蹄膀啦 烘肉 這些你都不可以吃 恭喜愛珍姐 最近愛珍姐上台來接受 獎 恭喜 恭喜愛珍姐 郭沐 阿希叫一聲 阿妹 啊 兒子老兒子 來站我旁邊 哇 那個今天為什麼要穿這件衣服 是在真愛找麻煩的時候 我的有一個孫子 老師跟在我的後面喊 奶奶我愛你 那個謝坤達 他在六福村 特別幫童心未敏的奶奶買的 所以今天一週年 我就要穿著他來 是派大星嗎 派大星 因為他知道我最愛派大星 然後呢 自從在三立演出戲劇之後 我就永遠成為大家的奶奶了 從愛情魔法師 有夠久齁 齁 然後呢都要聽著 我從此變成帥哥的奶奶 然後我的帥哥方明露 帥哥孫子方明露 名道 賀君翔 亂驚天 又生謝坤達 黃洪生 李李仁 帥不帥 你過乾癮嗎 帥 生了不少孩子啊 對啊 孫子 而且因為這個三立的戲呢 讓我還到對岸演了那個 崔屎元的奶奶 然後呢也謝謝馮凱導演 讓我從奶奶變成了祖奶奶 哈哈哈哈 好 從現在開始 邁入六十了 所以我要保持六歲的赤子之心 其實有一部分是在網路上 然後公開對外來進行的 然後超過六十萬名的網友呢 公開上去票選 也就是說 這個得獎的人代表他現在人氣 非常的高 非常的旺 就是在觀眾 朋友們的眼間 眼中裡面是 最旺的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哇 人氣擋不住的就對了 所以這也算是一個 很有指標性的獎項啦 是 好的 要請到的頒獎人 歡迎謝坤達 李千娜 現場的長官 各位貴賓 大家好 我是李千娜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謝坤達 奶奶 我矮莉 哈哈哈哈 矮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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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大哥 嘿 好久不見 對啊 你怎麼留鬍子啊 你怎麼長這麼高 現在當議員身份不一樣了 所以要打扮一下 啊 我們今天是來頒什麼獎 主持人剛剛不是有獎嗎 對對齁 什麼獎 翻 翻屬的人氣大獎 對 聽說這個是由超過60萬名網友票選出來得到的人氣獎 對啊 很不簡單欸 沒錯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得獎的人嗎 因為我講話比較慢 所以直接看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得獎的事 得獎的事 2012三立華聚大賞 班薯騰人氣大獎 得獎的是 邱澤 羅斯益小姐 你的視別陣掉了 謝謝啊 你搞什麼鬼啊 你搞什麼鬼啊 先生 你還OK嗎 OK 你誰要我建設買新的陪你 全耐心一點吧 好不好 再等一下 衣服已經買好 你要不要趕快換上 好酷 怎麼樣 你喜歡嗎 笑屁啊 我家是開洗衣店的 我一定會幫你喔 衣服可是原來的樣子 恭喜邱澤 請 請下來接受頒獎 恭喜邱澤 謝謝主持人 首先先 謝謝 番薯騰的 投票的那些網民們 然後謝謝你們看我們的戲 謝謝三立的長官 謝謝張總經理 謝謝鄭芬副總 謝謝 寶哥 謝謝西域堅持 謝謝三立的所有 工作人員 謝謝剪接師 謝謝公關行銷部 謝謝你們 我會繼續努力的 謝謝 就有沒有什麼感想 除了感謝之外 因為其實你的小資女還向前衝是一部非常指標性的一個高收視率創下高紀錄的這一個非常好的一部戲 是 對所以 就是 還是很榮幸自己的作品能夠在 戲劇裡面 或者是在大家閒暇之語的時候打開電視 有娛樂性 我覺得那個娛樂性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不只是娛樂別人 但我們在現場拍攝的時候其實 就是 大家都是先笑 笑到肚子很痛 沒有辦法演 等到笑完之後才開始 才開始錄 那我覺得那個喜悅是從心裡面出來的 就是在喜劇的節奏的過程裡面 那 也很感謝各位能夠支持 華劇 那我希望今後 各位能夠再一起努力 謝謝 好的 謝謝休澤 謝謝兩位頒獎人 謝謝 謝謝